大家好,欢迎收看木质手工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款蓝款的螺旋项链绳 然后我们把它们这样子布定 这个接头在这里 这里是六根十二股线 金色的1.5米两根 然后墨绿色的一米两根 灰绿色一米两根 在它们的中心处对齐 是中心处对齐 在这个地方中心处对到它这个接 割到这里 对到这个八股边的割到这里 然后我们用一根绳子 先给它绑紧一下 用一个辅助线把它绑紧 打斜卷结算了 把它绑紧一点 然后就用这四根线 我们是这样子 用金线 以这个八股边为轴线 我们来做 先做半个平结 然后再用墨绿色线 做半个平结 再用这个灰绿色线做半个平结 这三个线都套上面去了 这样子把它们错开来 左边这个金色线 就放在另外两根线的下面 右边的这个金色线 放另外两根线的上面 然后用同一个方向做半个平结 我们做单向平结 然后再做墨绿色的线 墨绿色的线就是 左边这两根线 灰绿色在它上面 金色在它下面 然后右边这个金色的在上面 灰绿色的在下面 用墨绿色线 也是做同一个方向的平结 就是单向平结 好了 这个灰绿色的线呢 我们就给它 左边呢 这两根线都在它的下面 右边这两根线都在它的上面 还是做同一方向的半个平结 这样子 它们的位置呢 要给它错开啊 好了 再做金色的 这样轮着做啊 金色墨绿灰绿 三组线呢 这样子错开来做 跟前面的方向要一样啊 做墨绿了 再做灰绿 这样做出来的 它就是拧着的啊 我们再把它给它拧一下 要把它 我们现在可以把上面这个辅助线解开了 解开之后 我们再把它拧一下啊 一定要拧成三个位置 差不多的 三组线中间的间距要差不多 忘了 然后继续做金线 可能刚刚弄得有点松 我们再把它拉紧一下 再做墨绿色 再做灰绿色的 再做灰绿色的 这上面如果没做好 等一下可以拆了重做啊 因为上面是开头不太好做 所以做的可能就不太好 到后面就好做一些了 金色 金色 墨绿色 然后灰绿色 你看它们就成螺旋状了啊 把它们弄开一点 多好 然后再做一遍 我会有点重做 那一遍 然后再做一遍 再做一遍 然后再做一遍 再做一遍 看它们就好 因为它就好 然后再做一遍 然后再做一遍 再做一遍 再做一遍 好了就这个方法继续往下做 这一段螺旋的我们做个五厘米左右 然后把这两个颜色的骨线撇开 我们就用金线来编 还是编这个单线平洁 一直这样编就可以了 它也是螺旋的 这一段金色的编个两厘米左右 你要想编长一点也可以编的 然后我们再把这边的这六根线 给它剪掉收拾好 剪好了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再这样子给它换一头固定 我们先把这个没做好的地方给它拆了 然后就用先前同样的方法 做一段同样长度的这个螺旋 这头先做一段 但是先不要做这个金线 不要做这个金色的 我们把它中间这个地方 你看折了之后 它可能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用先前做好的这两个线圈 把它先遮挡一下 再拉过来 然后找到它接头的这个位置 找到它接头的这个位置 我们用这个先用这个雀头结的这个线圈 把它包住 把这接头的位置放到这个中间 然后把这线给它收紧 两个线圈都给它收紧 拉紧了之后 然后我们把这个两边的轴线都给它剪掉 它这个接口呢要在里面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平解线圈给它套上去 缺头接线圈呢 它的接头接口在这里 我们平解线圈的接口就在外面 也把它收紧 这两根线啊 这轴线这两两根线要一样的长度 把它这样子给它收紧一些 这样就可以了啊 这两根线不要剪掉了 这两根线呢 我们等一下要挂那个吊坠的 然后再把它这样子给它对折 这两边要做一样的长度啊 这个地方 我们这做多了就把它拆了 拆了之后呢 再做这一段也做一样的长度 这样呢 我们这个项链绳就做好了 下面呢 给它刮吊坠 这两根线啊 一根长一根短 我们先把短的探一下之后 靠在长线上 在这个给它拧一下 把这长的呢 也这样子给它拉丝 然后再穿入这个吊坠孔里面 两根线穿入这个吊坠孔里面啊 再把它往上提 这里面中间留一段距离啊 我们再呢 把这两个线分开 用这两根线头在上面打舌头啊 先把下面这根线这样子 绕到后面去 再把后面这根线呢 又绕到前面来之后 穿到这个孔里面 再拉紧下面这根线 上面这根线也拉紧 两根线都拉紧 这样一个舌尖打好了 我们多打几个啊 一样的方法去打 三个舌尖打好了 我们再把这两根线呢 给它剪掉 稍粘 这样就可以了啊 这个呢 就是一个蓝款的项链绳 好 谢谢大家收看